大家好,上前课我们使用Promise以及Promise on All这种方式实现了多张图片的上传 并且当图片上传的时候,我们可以保证当前这个按钮是不可选的 等到图片都上传完成,这个按钮再变成一个可选的状态,对吧 那我们上次提过一个问题,大家回去有思考吗 我们有没有更加优雅的方式来实现当前这样一个多图上传的功能呢 我相信聪明的你,一旦我提到更加优雅这几个字 你一定能想到用什么,async await,对吧 所以说我们使用async await,再重新改写一次这样的功能 我们看看经过优化代码是不是真的更加的优雅呢 大家看,这种代码我先不动,因为不删掉 大家回去还可以复习,我再新建一个方法吧 比如说我们就叫amodefilebyOSS2,写个这样的名字 表示第二个,我们这边调用的是这个2,OK 切换一下,然后参数还是files 这个里面呢,我们使用async和await去实现我们同样的一个需求 大家想想,我既然用async await 那这个函数呢,是不是应该声明成一个async函数,对吧 当我们图片上传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一张一张的上传 所以呢,我这边应该还是要循环面例吧,对吧 constfileofffiles,我们还是使用这种fulloff循环的方式 然后大家看,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的通过this.client.put的方式上传 这个不会有变化,然后呢,我们上传的第一个参数是不是指的是文件的名称,对吧 比如说我们还是这样啊,我们还是用mas.random 保证文件名称是不冲突的啊 然后横杠,追加上我们file的name file的name,OK 第二个参数是文件,就是file,OK 然后当前这个操作是一个逆步操作 大家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等到一个图片上传完成 再上传第二个图片 所以大家看,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逆步操作,前面写一个await 等到后面执行完成,再执行下一个操作,对吧 这就是它的用法嘛 然后呢,我们给它复制一个值 比如说就叫results OK,结果啊 我在上面呢,再定一个数组 比如叫images 这里面存储的是所有上传成功之后 返回的URL地址 比如说images,每次呢,push results.url 对吧,这个URL不就是云存储 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存储地址吗 因为我需要根据这个地址 在我们的一面上显示这个图片 对吧 那这时候呢,这边是不是就可以 results.imglist 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个images 就可以啊,对吧 前面我们还做了这个按钮 是否可选择这样一个功能 那怎么办 就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当上传的时候 给results.asuploading 设置成true 表示当前正在上传 当上传成功之后呢 是不是给results.asuploading 再设置成fault 表示当前是上传文情的 对吧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呢 调用一下 OSS2这个方法 OK 我们再测试一下 射信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是选择多张图片 比如说我还选择 一 二 三 然后点击打开 上传的时候 这个按钮不可选 对不对 上传完成,按钮可选 然后打开 这个顺序 是不是也保证过顺序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前 AVET画面这个一步操作 他会等到这个一步操作 直行完成 再执行下一次的一步操作 所以说 从本质上来说 他是不是保证了顺序 对吧 所以大家看啊 整个的过程 这个代码 就这么几行 非常简洁 非常优雅 是不是比我们上面那种方式 其实简单了很多 对吧 其实这两种方式 大家都需要会啊 因为在不同场景呢 我们可能选择 不同的合适的方式 然后大家都需要去掌握 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看其实这边 一直有一个警告 这警告其实 不耽误共同的使用 我说一下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 阿里云给的一个警告 因为刚才 我们在选择 这个用户信息的时候 大家能发现 我们这边 没有创建紫账户 对吧 其实他这个警告的建议 是大家 可以创建一个紫账户 这样的话更加的安全 大家如果想创建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电机 按照他当前 这样一个过程 去授权当前的紫账户 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紫账户使用的方式 然后我相信同学 对于这个OSS 一定会问说 那老师这些方法 你怎么会用呢 对吧 我告诉大家 你怎么去看这个手赤 我们可以回到 OSS的控制台 比如说回到 他的手页 比如说点击一个运满吧 回到手页 在右上角 大家在右上角 有个叫做 开始使用阿里云的OSS 然后下面会显示 一个光众文档 这个比较小 当然它可以放大 可以点击放大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这个 在帮助文档中心打开 这时候的话 会打开一个新窗口 看着会比较舒服一些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有 如何开通 如何创建 如何上传 如何下载 怎么删除 是不是都有 对吧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 怎么上传吧 点击这个 然后这边有上传的过程 对吧 这边有API和SDK 大家看 这边我们选择 这边是不是没有JS 对吧 所以选择这个更多 然后再往下找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有个 browser.js 这是不是流远器 对吧 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 browser.js SDK 然后这个里面 就讲解了 如何在我们的客户端 也就是流远器端 能够上传 对应的图片 大家看 其实它当前这个写法 是不是就是我们 现在这个写法 对吧 包括它的promise写法 这边是不是也有写 对吧 所以说 大家不管学一个 什么样的技术也好 或者说学习一个云村主 别人写好的 这样一个内容也好 其实最主要的 大家需要去看文档 包括我相信 很多同学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对于Vue的语法 没有掌握得很透彻 那大家也可以去 比如说 Ado 我们搜索 VUE 出车 刚才我们使用的那些Vue语法 在它的官网上 其实都有详细讲解 大家在学习一个新技术的时候 一定要多看它的官方手写 因为官方手写 才是最权威的 对吧 不要上去的话 先去百度 我们先去百度一个帖子去看 因为那个帖子 都很多是 带有作者个人的观点 那个帖子也可能比较旧 对吧 但是官网上的内容 一定是最新的 对吧 大家一定要多去看文档 这才是一个 真正比较好的学习的方法 那回过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节课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能够发现 同样的功能 如果我们有Athink Abit 当然对于当前 我们这个需求来说 这个代码会简介很多 对不对 所以说 关于AthinkAbit 大家看 这个写法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 回调的操作 没有一个回调写法 整个的写法 都跟我们同步操作 是一样的 对吧 一步一步执行 但是呢 当我们有Promise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会有 比如说一些回调函数 对吧 这种写法 然后呢 我觉得并没有AthinkAbit 这种写法好理解 对吧 而且这个代码非常简洁 在以后项目当中 如果增加新的功能 是为更加的方便 所以说 对于一步操作 其实是 ES 这些新语法的 重点那种 所以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通过机械课的时间 给大家讲了 各种各样的场景下 一步操作 应该如何去实现 因为虽然ES 我们讲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其实很多语法 都是那种比较小的语法 大家在合适的地方 只要去用就可以了 但是呢 真正对于一步操作 其实才是大家 在后面学习过程中 或者说在工作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难点的地方 也可能是大家 不太容易去解决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 Vue实验项目当中 大家发现 我选择的案例 都是围绕 一步操作去完成 比如说 用户列表 这边是不是也是 一步操作 对吧 发送RF的请求 请求数据 选择的页面 同相传 更是多个 一步操作结合的 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所以对于这些例子 大家课后 一定要多加练习 因为这些写法 和这些功能 在你以后 自己做项目的时候 或者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都能够用得上 那么大家课后 一定要多敲代码 多练习 大家加油吧